今天下午大寮高雄監疫所發生的受刑人甲齒事件 據我們了解是下午有六位受刑人 先到醫護室做看診 在看診中六位就衝到接見市甲齒的兩位管理員 到了戒戶科就是戒戶區裡面的戒戶科 戒戶科他甲齒的理由是說在裡面受到不當的待遇 因為有這個情況 所以副典議長是賴振榮 跟戒戶科長王世昌兩位就到裡面 戒戶科跟他們談談 同時替代了兩位管理員出來 那兩位管理員在戒戶中的話 這六位破壞了戒戶科裡面的槍戶 奪取了5K2四把長槍 還有這個短槍 短槍六把 子彈有兩百多花 那在這個過程中 典議長陳世智在進到裡面去跟他們談判 同時替代副典議長出來 那六位受刑人就加持典議長跟他們談判的典議長跟 戒戶科長兩位 到離開戒戶 離開戒戶科本來從中門 中間的門來衝出來 但是高雄監議按照一般的訓練 所有管理人員就離開了中間的門 也就是說我們中間的門是需要三道的手續 才能夠出來的 所以因此他們不能從中門出來 所以在戒戶科外面有對空鳴槍 對空鳴槍 並且加持了兩位 就是典議長跟戒戶科長 到側門 車道門 要求由側門離開 目前他們是要求提供車輛 讓他們由側門離開 那高雄監議已經報轄區的分期 現在由高雄市警察局 陳局長前程作證指揮 來跟配合這個矯正署的靜安小組 目前已經有45位到場 來做聯合的處理 現場的指揮官 我們是先請交給高雄市警察局長 他們的指揮情況來處理 目前還在僵持中 並沒有外傳所謂的人員受傷的事情 那六位嫌犯的背景 他們的要求比較少 六位嫌犯 第一個是鄭立德殺人犯 判二十... 要執行二十八年六個月 第二個秦毅明盜匪案 判四十六年執行中 第三個是魏良盈 毒品犯 那有兩個毒品 一共要執行三十四年三個月 第四個是黃顯勝 是毒品犯 判要執行三十四年兩個月 第五個是黃紫燕 毒品跟強盜要執行二十五年 第六個是靖竹生 強盜無期 另外有兩個強盜 一個判無期 一個判二十年 在執行中有六位 那他們是不是有透過媒體 對我們法務部提出要求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解決 目前我們是先交給現場指揮官 來做現場的處理 法務部目前是在持續的關注中 那矯正署已經有一位組長 吳組長就前任的高雄典議長 吳宰威吳組長剛好在南部出差 他已經就近到高雄監獄現場處理 另外矯正署組長跟案前督導組組長 已經在南下的途中 那他們怎麼會有辦法 就是破壞槍械庫得到這裡去的這些槍失 因為他們手中可能有拿一些印物 現在詳細的還不曉得 印物把槍械庫的鎖給破壞掉 想你破壞 不好意思 我們比較大人來可以再幫我們講一下 大概目前最新的掌握 目前就是六位受刑人 那先 原先是加持兩位管理員 那管理員以後到介護科去 那副田議長 副田議長是賴正榮 還有介護科長王世昌 兩位就到裡面跟他們談判 同時替代兩位管理員離開被加持地方 那在談判過程中的話 那個典議長陳世智 在進到裡面去替代了副典議長出來 也就是說目前被加持的是 這個典議長跟介護科科長 那他們原先從中門離開 那因為管理員都按照過去的SOP離開了中門 中門要必須 中間門必須要三道的手續 才能夠離開 他們無法從中門逃離 所以就加持兩位到側門的車道門那邊 要求提供車輛由側門離開 目前還在談判中 那我們是不是第一次發生這樣子的事件 那我們標準的處理 基本上的話當然是先談判為先 我們不會馬上就答應他的所謂要求 那當然也要顧慮到人子的安全 這個部分有在現場的指揮官的前前來處理 我們也尊重現場指揮官處理 我們現在也一方面要建議 全力配合警方的處置 那有跟受刑人的家屬聯絡過嗎 那現場的部分的話他們去處理 我們細節的部分暫時還不了解 那目前科長他們的狀況怎麼樣 目前沒有 還在正常的狀況之下 他們目前也說過不想傷害人 那要求離開我們現在現場沒有答應 那目前警民受嫌已經逃走了 沒有 還在側門的車道門裡面 那警方是在外面部署 一方面在進行談判中 請問市長六名嫌犯 他們當初是要求見 那個典議長跟市長說 是用什麼理由說要想要見這些人 談一些不平等待遇 他們是講說不平等待遇 到底是怎麼樣的不平等待遇 現在也不了解 所以典議長就是原先的副典議長 跟後來的典議長才會陸續進去 一方面替代原先的人子 我們的借戶人員 一方面也希望能夠做他們進一步的 安撫或其他動作 沒有想到他們就繼續把兩位 就是典議長跟借戶口長 就加持到側門去 他們的目的想要離開 當初他們兩派人是為了什麼原因的談判 不是 他們六位應該不是談判中造成的 他們兩個是不是事先有預謀 這方面還在繼續的調查中 進一步 那是我們捷運跟其他的受信任的狀況 目前還算穩定 目前是穩定的